水稻是台东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 收割之后的稻梗经常被农民焚烧 台东农改厂将稻草以高温热解分解之后 使用液饮机、护挂、撒布机将撒在水田当中 除了可以减少水稻生病、提高产量 也可以降低空气污染 农民陆续进行水稻收割 遗留下来的稻草却嫌少使用或直接就地焚烧 容易造成空气污染 近年相关单位推行将稻草用高温热裂解的方式 撒在稻田中当肥料、减少空污 也能减少水稻生病、提高产量 为了让农友更能接受热裂解 台东农改厂近日再推使用液饮机、护挂、撒布机 撒在水田中让农友省钱又省工 台东农改厂强调农友有相关疑问 都可以透过农改厂进行咨询 欢迎大家多多利用 记者潘俊伟、台东时报道